我們來看一下,那剛剛跟老師稍微介紹我們剛好現在是新的版本 那麼您一進來之後跟之前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一進來,它現在新版本是以什麼,以個人為導向的 個人學習為導向,所以一進來你會看到說 您最近學習的哪些,那麼您訂閱的群組也好 或者是您訂閱的知識,它裡面有哪些更新 有哪些更新在下面會出現 那麼右手邊的部分呢,會出現說您總共學習時數也好 還有哪些,最近學習的哪些,你有加入哪些群組 那老師呢您可以到這邊來,您可以到發現這裡 我把我們今天上課也變成一個群組了 群組有點像我們所說的班級的概念 所以您到這個群組這邊來,應該會看到我的 有沒有看到這裡,我們今天的主題是這個 你也可以這樣教這樣學 好,那您點進來之後,你可以加入我們這個群組 因為我已經進來了啦,我本來就有了嘛 所以這樣就看到了,有沒有 可以嗎?好,那待會呢老師可以到這個活動裡面 好,因為有些老師還沒有弄好 那麼您可以從這邊看到,我已經有先準備幾個 好,您可以按一下 如果您進來之後,你可以按一下後面的右邊的這個學習 就可以試看看了 嘿,那這裡還有一個線上測驗了 那麼最近呢,OneNote它官方也有 就是有提供一些就是它的應用的範例 好,也有放在這裡,我把它截取一部分放在這邊 一樣您就可以直接按學習就OK 就可以看到,好,那我就把這個,這一段先停一下囉 好,謝謝大家